各位朋友,大家下集好 現在來到我們15點15分的時間點附近 恆生智數今天也出現了相應調整的預期 其實這個調整的走勢 我們在之前的Juniversity 也和各位同學有明確地表達過這個觀點 好,從上星期我就已經講了恆生智數 以為一種橫盤型的一個走勢為主 因為到了26,000點這裏是一個阻力位 更戒過率要在26,200點陣陣之後回落 到下個月才會有一個上升的周期 好吧,今天也算是走出符合我們預期的一個走勢 在這裏陣了26,000點陣了幾天之後 就出現了方向性的選擇 今天最低打到我們的25,555點 跌穿我們25,600點的一個位置 如果跌穿我們26,000點 其實這裏的強支撐位是要去到25,500點附近的 也就是說,這裏還會繼續向下探底的走勢 但只不過它的調整的力度和幅度相對比較溫柔 好,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預期就是 目前的中華條字筆它的一個綠色的柱 也就是我們的主力出貨的柱 是逐漸騙細的過程中的 這個逐漸騙細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看到的 它其實都是有提示到我們對於這個市場的一個預期 以及對於提示到恆登指數它的大的機會 可能會向什麼方向作出一個選擇的方向 其他呢,我們看到的就是三角速擊 那三角速擊也是屬於我們現在的 到了上軌附近 那一般來說,這套上軌附近也會有少少的一個壓的 然後呢,它也是選擇了向下的一個箭頭 那這個地方呢,我們可以看到的上軌附近 可能成壓啦,有一定的成壓的區間 然後呢,調整下來的話 那現在目前呢,打到我們三角速擊的中軌 那打到這個三角速擊的中軌呢 相對來說,是比不比到我們一些支撐呢 那其實三角速擊的中軌呢 是會有少少支撐的 但是呢,目前來說 它的一個調整周期都還沒有結束的 所以,準確來說的話 是它還有需求會出現什麼 會出現一定的一個陰線的一個環盤的階段 也就是說,在25500點附近的沉走之差 是目前來說,恆生指數呢 更加大的一個巨率的一個走勢 所以對於這種走勢 那我們對於大亞股啦 例如7000、9800等等這些股票呢 那可能呢,可以等一等 我個人看的一個時間呢 應該是下星期的 星期二、星期三附近呢 會出現K1反彈的一個走勢 好吧,那基本來說呢 我會將我們恆生指數的一個大的觀點 去作出基本上一個分析 然後給各位同學去參考 還有另外一個分析的一個預期 那其實呢,我們從日線級別也好 從60分鐘呢,都可以很明確地看出來的 那60分鐘怎樣明確地看出來呢 其實呢,60分鐘級別的話 是出現了三段的狙擊手的黃帶 那到了大三段的狙擊手的黃帶 是很明顯會出現的一個情況呢 就是整個狙擊手的黃帶 它的面積是變得很小的 那這個面積變得很小的同時呢 都是出現了我們的藍帶來的 那在這個黃帶面積變小的過程中 然後轉化成為藍帶的過程中呢 那其實呢,是逐漸對比著呢 我們的趨勢的一個轉化 也就是說,多頭的力量慢慢的篩結了 而且是慢慢轉化成為我們的空頭的力量 所以在目前的市場的預期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比較明顯的一個走勢呢 就是有出現了這種背景的一個預期的 好,那基本上呢 我們對於恆生指數呢 是會有這種預期的一個判斷的 那接下來呢,就可以看回的 就是恆子應該會在這個位置 尋找一定的一個支撐力度 那在這裡,可能我們的中央條指標 60分鐘級別呢,會慢慢變小 然後呢,出紅或者不出紅的一個中央條指標 也可以,那下來的時候呢 才會上升的一個趨勢比較強一點 所以呢,是需要在這個位置呢 去尋找它的一個支撐位的 好了,好,多謝各位同學 今天呢,就跟各位講這麼多